而说到意外真的是无处不在 再来带您看到是美国乔治亚州23岁的男子劳里亚 她上个月利用上班休息时间去抽着电子烟 结果没有想到电子烟竟然就在眼前爆炸 造成她的嘴巴破了一个大洞 脸部和胸口都有严重的灼伤 脖子还有手指甚至出现骨折 想说趁在这休息时间去抽电子烟 没有想到竟然会爆炸 造成劳里亚的脸部受到了重创 而且嘴巴上额还开了个大洞 经过紧急抢救之后 是幸运捡回一条命 虽然说劳里亚已经顺利出院了 却得面对慢慢的附近之路 而爆炸的电子烟烟已经被当局回收 事故原因很有待进一步调查